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深蓝 一个喜欢魂类游戏 刷装游戏 以及所有能配装的游戏的玩家 最近呢 明朝开始公测 我也去凑了个热闹 这个游戏的缺点非常多 但是呢 并没有烂到完全没有优点 如果只谈缺点 然后呢 指望制作组把这些洞全都给堵上 那确实只能手忙脚乱 最后一团乱嘛 但是如果能够点出优点 就可以了 借此识别出最影响优点发挥 最为核心的缺点 也就是给制作组的 后续修改招准的方向 所以这期视频 我并不会一口气的 把所有缺点都给扔出来 而是先给明朝找优点 再点出与优点存在密切联系的问题 别忘记点赞和关注 我们马上开始 明朝的优点只有一个 就是战斗系统 战斗系统凭什么能够称为优点呢 就凭它提供了相当不错的 连招设计空间 同时呢 就算你只是随性发挥 不专门设计 起码也能打个爽 而这靠的是两个关键设计 取消和脱手 明朝里面角色的出招 普遍性的可以取消 比如普通攻击和异技能 可以用冲刺跳跃等取消 也可以用升海技取消 从而实现用一个招式 取消另外一个招式 允许取消是一个动作游戏 保证深度的最基本方式 至此呢 明朝的战斗系统达到了一般动作游戏的水平 但是脱手让这个战斗系统更进一步 具体来讲 如果你在战斗中使用切人 这个特定方式来取消攻击 那么虽然你立刻切到了新的角色 可以开始操作 但是上一个角色会继续留在场上 自动打完被取消的招式再退场 当然这个机制在战斗之外 无法出发会普通的取消 所以如果你自己想尝试呢 那请确保进了战斗 举个例子 我可以用这个大剑妹子放一系列攻击 最后开个E 按下E之后 立刻使用升海技能取消E的后摇 再立刻切到双枪妹子 把升海技脱手 双枪妹子的入场技 和大鸟的下杂 差不多同时打出伤害 视觉效果非常不错 脱手技能 在很多动作游戏里面也都有 但是呢 往往只有专门设计成脱手技的招式 才能脱手 而明朝的这个设计 就让各种动作 普遍性的可以脱手使用 这个上限可以非常高 到这一步呢 明朝的战斗系统 至少在部分方面 可能算得上是 有顶级的潜意 普遍性的可取消 加上普遍性的可脱手 连招设计空间就非常大 那种典型的手游攻略作者 发明了一个词叫合轴 用来描述经过专门设计 存在伤害输出受益的脱手用法 但是呢 你也完全可以用脱手来设计一些 具有美学观赏性的连招 就像鬼气打断子那样 不仅如此 虽然说设计空间很大 但是就算你懒得设计 也同样能够利用好这两个机制 你只需要在主动进攻时 有意识地用一下取消和脱手 还有在进行比我交互 也就是弹反和闪避的时候 注意尽量不要让场上角色 直接弹反和闪避 而是切人脱手之后 使用新入场角色弹反和闪避 这样呢 其实只需要非常低的学习成本 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两个机制 让战斗的爽度更上一层楼 如此看来 明朝在战斗方面的优点呢 还是比较突出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剩下那些缺点都可以单纯的去容忍 因为有一些缺点 它与这个战斗的优点 紧密联系在一起 影响其发挥 其中有一些 在短期内造成了非常显著的负面体验 但是长期来看呢 比较容易修改 比如说 这个游戏的流程节奏安排 有非常大的问题 明明呢 它只有战斗这一个优点 除此之外全都是缺点 但是流程安排 却并不让我多战斗爽 像是序章 一共就几个教程静止的小怪 加一个一会儿就打死的boss 其他时间全在赶路和说话 打完序章之后 更是带我进城 看了一段极其重量级的超长剧情 那谁做游戏会一上来 光给玩家展示自己的短板 另一个问题是大世界设计 明朝的大世界填充了太多的 原汁原味的纯质力一体 而一个战斗爽的游戏 应该把大部分收集项目做成是基于战斗的 再把剩下的项目做成只需要走到地方 就能够快速完成 不要再有麻烦的紧急了 实际上我说的就是浪人崛起的开放世界设计 同样出自一个除了战斗什么都做不好 但是战斗确实还不错的这座组 当然我知道明朝的宫期肯定不可能让公测版本的初始地图 就按照浪人的节奏去修改 但是我希望后期更新的地图 不要再继续塞这么多圆味一体了 上面说的流程节奏与大世界设计的缺点 虽然在刚进入游戏的短期内带来了不少负面体验 但是我认为它们很容易修改 真正麻烦的问题是 明朝还有一些目前不那么明显 但是长期来看非常危险的缺点 其中的第一个是制作组对这套取消加脱手的战斗系统 态度似乎并不非常积极 比如取消和脱手这两个机制完全没有在游戏内教程中提到过 就好像制作组并不希望把这么好的机制展示给玩家一样 再有明朝的角色都有所谓的退场技能 其中辅助角色的退场技能是让下一个登场的角色获得某些伤害加成 在老版本里面这个伤害加成会在角色退场时结束 而攻色版本改成了切人就会结束 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进行了切人脱手 那么脱手角色打的剩下这段招式 在老版本能够继续吃到伤害加成 而攻色版本却会立刻失去加成 这个修改就意味着制作组里面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脱手设计是不好的 因此开始限制这个手法的使用 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难道说后续更新会彻底删除脱手机制自费武功吗 当然如果制作组内部能够统一意见 把取消和脱手的意义给重视起来 基于这两点去做数值设计 而不是用数值设计刻意打压这两种手法 那这个风险姑且还是能够避免掉 但是明朝还有另外一个长期缺点 这是个手游啊 手游的受众群体不太可能广泛性的去追求连招观赏性 而是更在意输出 取消和脱手对这些人来讲呢也有点超纲 而且对于真的用手机玩的人来讲 可能更是连操作出来都难 并且按照所谓的动作手游的数值成长规律 明朝后期大概率也会变成你和敌人各打各的 你按照一套固定的循环去拖招式就行 这个问题我目前完全想不到调和的方式 当一个手游唯一的优点是连招设计上限极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优点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没有了 我希望有人能够帮我想想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最后我想说呢我确实是看了好几天的明朝乐子 但是现在感觉吧这个游戏它毕竟也是砸了挺多的研发和宣发经费了 而且呢也并不是彻底疑难到底 它终究还是有那么一个优点对吧 所以我希望能够讨论一下它如何能够走出困境 而不是继续的乐下去 这个呢就是我做这期视频的动机 还喜欢我步步深挖游戏乐趣的故事吗 点个关注不迷路哦 那这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观看